穿越周期是每一位投资者的必修可 在漫长的经济史上合理 大部分投资者都消失在了第一个阶段 查理芒格曾经说过 我比别人成功可能是因为我更愚蠢 4月11日 芒格旗下基金会对阿里进行了减持 根据其向SEC提供的文件显示 一季度该公司售出了30万2060张 阿里巴巴美国存托凭证 将其投资减少至30万美元存托凭证 这又意味着芒格减持阿里达到了其持仓的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是该公司在今年减持的唯一投资标的 消息一出市场一片哗然 那么芒格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点选择减持 此时减持是否意味着芒格已经认亏出局 我认为可能性并非如此 芒格曾经说过你必须要非常有耐心 你必须要等待 直到某件事出现 你才会发现自己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对于芒格来说 在确定的阶段跟随趋势一起做多 可能会比当下选择密室抄底更舒服 尽管他在Denny Journal股东会上曾表达了对阿里积极的看法 他还称投资阿里是让他舒适的决定 如果我们细心我们会发现芒格和巴菲特能够走到今天穿越数轮流熊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跟市场作对 尽量别犯愚蠢的错误 而不是尽量表现的聪明 两年前巴菲特在抄底航空股时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尽管亏损了一半以上 他还是坚定的清仓了所有的航空股票 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 他曾表示 我不能确定疫情对于航空公司未来有多大的影响 美国人生活习惯是否会发生改变 在伯克希尔的股东会上巴菲特大方的承认了投资 巴菲特大方的承认了投资航空股的错误 他进一步解释道 我们买入了四大航空公司的股票 花了七八十亿美元 现在想拿出来这是我们的错 不是部分解释 我们改变主意了 是要全部卖掉 当我们梳理芒格和巴菲特的投资轨迹时 也会发现认错的力量 市场永远都是最好的石金石 实际上芒格对阿里的关注度大概在疫情之后 2021年的第一季度 芒格首次建仓阿里 随后一路加仓 到了去年四季度 其持仓的数量直接翻了一倍 达到了60.206万股 根据市场估算 芒格持仓阿里的平均成本大概为1550.07美元每股 耗资约为1.1亿美元 不过1.1亿美元的持仓对于芒格来说 其实不算一笔大额投资 当个人的行为被无限放大时 他的每一笔投资都有可能被神化 有时候每一笔买入和卖出都不一定有很深的市场意义 迷人笑一下 我们总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生硬的解释每一笔交易背后的逻辑 芒格曾经说过 我其实一直都在犯错误 从现在来看 我当时做的是不同的决定 但是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要成为一个好的投资者非常的困难 我认为芒格选择此时卖出阿里并非有过多的含义 尽管芒格很重视中国市场 但是他不可能对于每一笔投资都凉弱执掌 看多并且做多中国不仅仅是芒格的行为看法 也是全球一大部分投资者共同的看法 前段时间全球最大的基金之一 桥水基金旗下的基金披露了最新的持仓数据 根据持仓显示 桥水全天候中国基金总规模 从上一季度末的54.4亿美元攀升至61.54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该基金一半左右的投资者为美国投资者 当下全球的经济情况正在变得复杂 投资的难度也在加大 好的公司并非一路平坦 而是在各种突发情况下 总挺向上 不管芒格还是巴菲特 他们多次强调了买入好的公司 一直持有的理念 只是在投资的路上 大部分投资者都忽略了长线的价值 尤其是好公司的价值 从而做把每一个持有公司的长线行为 当作价值投资的典范 对于个人而言 并不存在通过投资致富的单一准则 实际上大部分人也不可能通过投资致富 每一笔投资的背后是关于人性 数字 商业 知识等 这些都不能假手于外户 芒格已经97岁了 他见惯了投资路上的风风雨雨 也知道商业内的运行大部分规律 他曾告诫过投资者 不要盲目的跟风买入 因为这是在赌博 正如人们常说 你要了解女人的话 还需要你自己去了解 尽管你可能不会听我的炫稿 整体会被认为 这样子的 突然你不喜欢 这些人 这些人 什么